好 不过我们刚刚说不久假 好好的在路上骑车竟然也会发生意外 原来是这几天东北季风增强 竟然把花莲七星潭大桥的交通号制灯杆给吹断 当时有机车骑士下班经过 就被灯杆垂落的电线给绊倒 直接从胸口划过去 连人带车摔飞出去 这断得这么严重 居然是风力太强造成的 我们熟悉的红绿灯现在居然在地上 灯杆垂落的电线还勾倒路过的机车骑士 原本是要下班回家 结果连人带车摔出去送一脊就 有一期星潭大桥靠海 所以灯杆长年累月被盐分给腐蚀 遇上强风吹拂太脆弱就当场断裂 直接往路上一倒变成了超危险路障 昨天昨晚交通队赶紧来处理 先把电线剪断收走 至少让用路人不会莫名被绊倒 除此之外 昨晚花莲七星间的巷内 一闪路灯也被墙风吹倒 最近东北七峰墙 上空马路居然都发生 等赶倒落 幸好在七星潭大桥受伤的骑士 送一后没有大碍 不然这种无望之灾 要是出了人命 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华之新闻张艺君黄冠杰徐环 华林报导